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出完庭之后 他在法庭上侃侃而谈 讲述了最肮脏的故事 就像他在拍成人电影时 排那东西是一样的 人们就出现了巨大的反感 就是正常人出现巨大的反感 其实不正常人 他也出现巨大反感 每个人的反感几点不同 但是这个风暴之眼本身 他的问题出在哪呢 他在2016年前后 屡屡出现在法庭和宣告上 而在当时川普并没有出庭 就是从当时的状况来讲 起码在法律层面上 还知道这么一份 应该恪守的一份道德的基础 那今天的法院跟这个 纽约的法院跟这个检察官呢 就概念不一样 故意羞辱川普 当他有这个基点的时候 这个女人呢 出于自己的利益 你想 他是干这个的 但是他可以在 他可以把川普当成 他的背景 背景资料 去宣传他 为了他未来的事业 那是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他就随便乱说 他随便乱说呢 在这个案子当中 不承担责任 所以很麻烦 就是他衬托了 我们刚才节目中说了 这个法庭本身是个什么 就值得怀疑了 社交媒体抨击了这个 这个女人的 有关川普的故事 原因在哪 这是 纽斯马克斯报道 原因在哪 是因为2016年 就是上一次 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 前后 他自己发表过 自己签名的声明 川普也转载过 他签名的声明 在声明中 他明确讲 跟川普没有任何关系 他是自己签名的 大概两个到三个 他说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这个 没有哪 什么都没有 他跟川普见过几次面 是在公共场合上 在某些公共场合环境中 他确实见过 大家也有交谈 但是呢 所有讲述 小报讲述的那些故事 都不存在 是有些人 来跟他说 他有机会赚钱 那赚钱 就是跟川普挂上钩 那他为了挣钱 他就挂钩了 就出了这个故事 所以这是他当时 非常明确 2018年 2019年 非常明确的签署 文件 但后来呢 他又改了 还有说签署那些东西呢 是有人在骗他 他在被迫签署 然后今天在 昨天在法庭上 他讲的又改了 那在推特上 很多人就看 就骂 说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对吧 那你到底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在人们质疑他的过程中 其实就提出了 现在的法院 就现在的法官 跟这个检察官 就是检察官很清楚 他就不应该 再用这样的人 做证人 法官更清楚 他也不应该 把这样的证人 就是一而再再而翻的 这么一个 出尔反尔的人 当成当庭证人 去指证川普 而法官这么干 法官这么干的话 他当然知道 这个证人的资料 他除了嘲讽 故意 就是利用法律的权力 扭曲一切 他没有任何价值 他在羞辱法庭 而这个女人就干这个的 所以他评价也说 这个女人就是在 尽头前 用自己身体挣钱的人 so what 所以他在积累 自己真正的资本 因为他的行业是干着 他自己老公也是干着 就荒谬到这份上 所以那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 法庭为什么这么干 社交媒体强烈抨击了 这个风暴之眼 原因就是说 他现在的证词 跟六年前签署的宣告 完全对立了 星期二 他说他跟他生动的描绘了 2006年跟川普之间的那些故事 他说 导致他十年后 在总统竞选中保持沉默 就是2016年的沉默 那然而 有人就在推特上 直接拿出来说 2018年1月份 他自己亲自签署过 两份内容 说跟川普的任何关系的指控 完全是虚假 那时候川普已经成为总统 已经成为总统 而这个案子本身是延续过来 并不是川普作为总统时发生 是从2015年2016年延续过来 当时是为了阻止川普 就是竞选嘛 所以讲出这故事 2018年1月10号 那这个女人宣告说 我最近意识到某些新闻媒体 称我跟川普有过这样那样的故事 我非常清楚地表明 这完全是假的错误的 我与川普的接触 仅限于几次公开露面 仅此而已 我遇到过 我遇到川普 他很和蔼可亲 很专业 说对于我 和我面前的每个人来说 他是个十足的绅士 这是他的生命 有传言说我从川普那拿到了风口费 这完全是假的 如果我跟川普真有关系的话 相信我 我不会在新闻中读到他 你会在我的书中读到他 但事实这些故事全不是真的 全是假的 但这就跟朋友们讲说 这是一个在电视面前 出卖自己身体的人 但你签名在美国社会就是这样 你宣告签名跟没签名两个 这是不一样的 1月30号 2018年 另外一份 事实上 这一波指控事件 各方在06年 2011年 16年 17年 18年 再次否认它的存在 我不否认这件事情 因为我得到了风口费 海外小报的那样 我否认这件事情 因为它从未发生过 我拿到了钱就行 对吧 海外小报随便怎么报 华盛顿邮报 女人说这些宣告 反而说这些宣告是假的 因为她担心 她表示签署 是因为她担心法律后果 那哪个担心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签名是真的 签名是不是假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变成了 所有东西可以是假的 可以是真的 就失去了它存在意义 那这个女人 以这样的方式 肯定与否定 并生在一起的时候 她失去的是自己 作为证人存在的假 对吧 那她在电视前 可以随便任你去做的 那这就变成了 川普这个案子 就变成了 这不仅是狗血了 对不对 这就是 这是法官的问题 跟检察官的问题 另外一个 Alex明确讲说 这就是他们 检察官跟法官 明明知道 这个女人是什么 他们只是为了 把川普送进监狱 所有相关内容 案子跟她无关 在选举关于的问题上 这就是你现在 审理案子 跟一点关于都没有 她以前是在 镜头前做生意的 她现在站起来 像个处女一样站起来 是有人去骂的 所以 所以为自己的争操而站起来 今天的美国 法院 法官 检察官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未经许多